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是刁拔在這裡的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因為刁拔終於都放回來了 由一個看守所出來 這節我們其實 剛才我們在你來之前講了兩節 所以這節講了一些話題 你們是不是討論找誰 填下去啊 不是 你還掛著這件事 因為 因為 我們之前在講過 要使得市民放下成見 一起支持政府的行動 我想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 香港的三絲十二十四局 不夠田 人太少了 不是啊 那裏有很多人渣啊 但是填滿啊 不是啊 那你不可能填滿的 意思是用來打生莊而已 把他們拿去填海 肯定很多人在拍手掌 哎呀好啊 如果這樣填滿我會有贊成啊 可能放一個最黑人憎的那個已經可以了 董建華 你知不知道 太多人很討厭人憎啦 因為人渣榜裡面 我們經常有三甲的嘛 那三甲起碼要啦 我們很久沒有做人渣榜了 現在林鄭又綁首了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你推那個嘛 胡澤 董建華現在跌落第二了 你是大騎首 你現在是現任行政長官 你推那個政策 你已經排第一了 你的香港基金雖然是背後握莊 但是現在都會去找你的嘛 那林鄭田的老公要不要一起填 和不及妻兒 包不包老公 這件事啊 和不及妻兒老公不包 老公要朱蓮的 那句說話啦 兩個兒子放過你 你林家留一點後 但是你老公一定要生存 要按字面解釋 和不及妻兒 那你是妻還是兒呢 兩個兒都不是填 那我們呢 這一節就想說回 這個 劉小麗DQ事件 說真的 其實DQ大家都猜到一點 因為劉小麗也是自決派的一份子 之前也沒有想過周庭 有想過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當初也沒有想過 真的那麼大動作 但是當 第一槍開過之後 你覺得他會不會介意開第二槍 其實周庭那一刻 我當時我是覺得 百分之百會DQ 我當時做節目應該跟我講的 我是覺得 百分之百 因為周庭呢 當時他代表香港眾志嘛 而香港眾志的綱領 是 說港獨是其中一個選項嘛 這個也是當時叫做自決派 的一個 說法來的嘛 劉小麗是自決派 姚松炎是自決派 但是呢 我發覺他反而是放生姚松炎 同一個選舉主任 這次DQ劉小麗 其實理據是同一個 這次是另一個 這次是上次放生姚松炎那個 放生姚松炎那個 是同一區嘛 不是 我說DQ別人那個 上次DQ了一堆人的嘛 因為同一個選舉主任上次放生姚松炎 但是這次就不放這個 那就是收命令而已 上面下命令而已 首先第一件事很肯定的就是 首先就不是這個人的意志來的啦 選舉主任 這個是一個 判決執行的人而已 這個是DQ來的 你想他做什麼呀 你想他決定了什麼呀 這是劊子手利而已 上一節其實說了我們不在 有個人撲出來領弓那個叫林鄭月娥 DQ完人呢他自己想說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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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力在說 怕死上面看不出來 他是這樣的人 還有 他還說如果加入建制派或者政府 那就洗底了 立場洗底了 原來可以這樣洗底的 湯家驊 我真的想到湯家驊 湯家驊 劉小禮是不是可以去問一下 這個叫做什麼 民建聯 我痛改前非 我想他們進來加入民建聯 這件事我們有講過啦 那時候給周庭 我們已經把整個民建聯政綱打出來 是民主派來的 記不記得 說過的啦 你們一起搞嘛 民主建港嘛 他也會想到建港 這次這個叫做DQ的劉小禮呢 其實我們看回他 上次乃惹 那個 那個罪行其實也十分之輕微 我們compare幾個 被人DQ在宣誓裏面 玩東西的人 他做的事 拿著糧油來給他吧 他做的事算是很少的 他拖慢了 讀得慢 他用了很多分鐘去學溫家寶 當時就像溫家寶那樣 把這些說話拉長 而是 溫家寶在90年 可能是10年後的溫家寶就是這個速度啦 所以才有這種笑話而已 以後說話慢一點是不是不裝重的 力敵一點 你也可以說是別人不裝重的 但我講得慢 你也說是不裝重的 你也要客觀一點看 他那次很明顯是慢得是玩東西的 就算他是玩東西 是不是要重度去剝奪一個議員的權利 甚至乎終身參選權呢 這件事我覺得好像有點過分 因為 你說得慢 好像我們做節目 如果你試試一分鐘才扭兩個字出來 我想那些觀眾都會弄掉他 他們不會被選舉珠不DQ 也不會被人大DQ 而是被我們DQ 但是觀眾都會弄掉他 其實也是一樣的 現在看回政府其實要他 其實就是 叫做什麼 莫須有的啦 總之你有罪的啦 不用說 這次 說劉小麗 其實是自決派 連剝也剝不掉了 他們說他會找回Facebook來看 很厲害 因為劉小麗當時是參加自決派的那個 類似做勢大會 他也是 被括進去自決派的一份 但是自決派呢 其實劉小麗 相對自決色彩是最淺的 因為 他沒有什麼的 嚴格來說你可以說他滑頭 說他鼓滑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的自決派最大的一個決定就是 投白票 在這個特首選舉 而他呢 是對這個特首選舉 隻字不提 從來沒有說 他是非常滑頭的 他是怎樣呢 我有留意到的就是 他呢 初初有出來 但是呢 開始的人 反撲的時候呢 他就不提了 他就不提了 連出來也不站 不提就當不存在了 到了後來呢 那些人出來一起說 朱凱迪那些白票黨 一起出來說的時候 他直接沒有出現 沒有啦 他不存在的 他是連影相也不出現 就是慎防 給污水 其實是不是應該說他也蠻聰明 如果這樣說呢 就可以說他是有小聰明 他呢 是選一些好東西 他就會選擇了 但已經太遲了 就是把他圈了 圈了一堆 沒錯 就是把他圈了就搞定了 不過說真的 你莫須有罪名 你記不記上去 拍不拍照打不打卡 他也會圈了 只要你去的就是了 因為呢 總之就是你能說你做樂飛而已 如果是你樂飛 那你就會讓你猶豫 那我就想起 香港有些傢伙 隨便看到一張照片是看圖作文 作出一大段陰謀論 就像那些傢伙 這是政府的Content Farm 現在政府所作所為都越來越像 它又像老千股 又像Content Farm 我們第一節 現在政府的行為就像那些老千股 老千股就是用上市公司的小股東的錢 買遊艇 給主席享用 而這艘遊艇其實是主席的老婆私人持有的 賣給主席還賺了兩億 又是拿給茶後坡 所以是甚麼及其家人 經營湯航是他家人做的 他不是太太的家人 太太及其家人 那是他的兒子來的 他是太太的家人 我們說回九龍西補選 有一個問題我想提出來 就是今天截止報名 應該說截止報名 好像我們還未看到報紙報 就說李卓人就被確認他的提名有效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李卓人的提名不確認有效的話 到時泛民會否認回馮檢基做自己有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 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個九西的選民 但是對於我來說 不是太困難的 因為我一路的投票都秉持著一條原則 我的原則就是 Laser Evil 不是 我的原則很簡單的 就是 避免 不是投給喜歡那個 不是說我欣賞那個人的投下去 我是先先在那些人裏面找到誰 我最不想他當選的 然後我看一看名單的其他人 扔到誰可以令這個人當選的機會 會減到最低的 因為我投票就是這樣投的 現在就很簡單了 到時看看 開出來是怎樣 然後看看誰最不想他當選的 哦 這件 然後看看 咦 看看走勢先 這件扔下去可能會令他不當選的機會高一點 就扔下去吧 我就說知道他什麼 如果真的只有馮檢基就真的是馮檢基了 我沒得說的 不用沒得說 It is coming 這個就要看 這個不要緊 這個總之 其實呢 可能過了今晚你就知道你又要投給馮檢基了 沒有啊 現在沒有辦法 這個困難的選擇在他手上 不關他事 是啊 但是我不是困難 因為對於我來說 他沒有困難的 他是機械收投票 我歷年以來的投票 我都不是投給喜歡那個人的 因為很多人中了一種毒 就說 就是以前那些 古老的講法 什麼選言語能 其實不是的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你只是找我沒有那麼壞 我只是選舉 從來的票就是一個表態 你只是找我沒有那麼壞 你不是真的選擇 不是百票 百票還百票 不要搞錯 不投票就不投票 廢票就廢票 搞清楚一點 我又要講一件事 很多人就不認識一件事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學過這些 議事程序 或者是 學這些投票的東西 投棄權票是什麼 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投棄權票背後的理念 你不要以為你真的等於不表態 錯 你是表了態 就是你支持大眾支持那個 是 就是說 你投棄權票的意思就是 跟大棒 是這樣的 你不要以為你投棄權票 是沒有表過態 不是 你這次 如果不想陳凱欣當選 就現在都未定到任何策略 你還要看哪幾個 Kennedy 哪個進一站 然後就要看他們跑成怎樣 很多東西看的 因為我有一個解讀的 我就覺得 如果 其實這個 我不是現在的了 我是早一個月前 跟一個朋友說起 當時 我會說 如果 其實當時我猜到 劉小禮應該是99%DQ 那麼只分兩個 誰選呢 就是李卓人 和馮檢基 而李卓人 和馮檢基 誰會贏呢 如果是真的 劉小禮被DQ的話 而 這個李卓人排Pan B的話 我覺得所有票都會倒進去李卓人 而不會投給馮檢基 馮檢基 我可以肯定 馮檢基是拿少過一萬票的 我可以肯定 嘩 你很有信心 因為你DQ 你是告訴九龍西的選民要投給誰 因為你政府做了他的動作 其實是幫助李卓人拉票 先不說選舉 只是說DQ 當初有這宗案 其實上一次遙從而沒 我已經在想著另一個陰謀論 就是另一個陰謀 到底會不會被姚曉嫌選完之後 再受到一次司法復活挑戰呢 如果你看回那個判詞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他基本上是把那幾個人 那個選舉的資格是沒有了的 起碼是這一任內 甚至乎是更久 如果你看回那個判詞 人大那個釋法的解釋 那我的解讀呢 其實當時我又想 如果流血被DQ的話 那些票就會倒進去李卓人那裏 但是為什麼上次姚曉嫌不會輸呢 第一 他化解了DQ危機 每個人都會被DQ 變成所有人不是全部出來投票給他的 第二 他的選舉工程基本上是趕下 他的工程很差 他一群幕後出謀獻冊的人 基本上是在幫他 上一次就罵劉小黎 就罵這件事 好心他 現在被DQ了就不要說 好心你選舉不要又學回 好像姚曉嫌一樣 你不要寫完些東西 沒有人知道你講什麼 上集我講得很清楚 說你們是不值得幫 沒有人叫過你不投票 搞清楚事實 你要誤人之前 雖然我就不太care 說真的 現在 不過有些人 要搞清楚事實 在那裏老屈 我們是幫不下 因為幫不下 是他的文宣幫不下 但我要講一講 我自己身為九西選民 我要講一講 他呢 比起姚松炎的選舉工程 是早開始很多的 他基本上 在報名前 已經下降了 那他好些 他起碼知道 他完全不是做姚松炎的選舉工程 姚松炎的選舉工程 簡直是佛系選舉 根本輸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觀察一下姚松炎的得票 跟現在 如果李卓人 不是再被DQ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他是贏的 是贏的 是贏的 鳳劍姬一萬票也沒有 他是正正式式收散的 這次是拿幾千票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些票是會因應你的DQ 而投給李卓人 現在我是擔心什麼呢 擔心選舉主任通知李卓人 你的選舉 你的提名是沒有效的 然後說回那個理據 你是支聯會常委 你提出結束一黨專政 你叫了十幾年 雖然近三年沒有叫 三四年沒有叫 是不是 你的政治立場 不會改變的 你不會真心擁有基本法的 這個不知道 這個再看吧 另一件事想說就是 跟Dilbert的討論 就是 雖然大家都認為 現在立法會是沒有用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的研究就是 如果你不想情況變差 如果現在有兩個按鈕給你按 一個按鈕叫即死 一個按鈕叫給你多七秒 你按哪一個 你都會被迫著 拿多七秒那個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拿得三秒只有三秒 拿得四秒只有四秒 這個跟我之前說的 蔣介石那句一樣 叫苦撐待變 其實不是苦撐待變 你知道沒得變 其實沒得變的 坦白說 你選了幾個出來 跟陳太太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不肯定是建制派的 那九萬五元的人 那不肯定是建制派的 沒有別的 那這個肯定是 有些議題 當他們是奸的 當是奸的 也好 他們都不會立即 所有幫政府都投贊成票 加起來一樣 很簡單 就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喜歡 capital 就是說 你去了哪裏 又不投票 什麼的 要你那時候又不在 好啊 他都要找個理由閃開 裝不記得來 或者不閒來 好了 我還有一件事要講 他會解釋的 我還有一件事要講 就是說 那個東西 都還會是 有些時候 都還會是 投票 是對抗一下政府 我不是 那大部分都會 但問題就是 很簡單 如果你弄了一個建制派出來 他白費把保皇的 那像Johnny剛才所說的 給你多7秒 還有即死 你去想想 大佬 你去想想 那個就必定是保皇的 這個還有些時候 不是保皇 這個按鈕可能寫著 可能有7秒 但不要緊 你都要抽獎 但你沒辦法 你都要博的 對不對 不用博的 你一定選一個 有機會 不會那麼快死 雖然死遲7秒 你明白嗎 而且 還有剛才那個 其實是王子華的 余彈論 這些錢 擺明都是被人騙過的 我被李卓人 被馮劍基騙 沒有人騙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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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九萬元 始終都要找一個人出的 九萬元 都要給一個人騙過的 隨便騙過的 一個人騙過的 就是這樣 這段時間又到 下次再談